之前在珍南宮錘球場內 回憶員老人錘球推展協會 理事長杯錘球邀請賽熱鬧登場 中部五縣市共計30支隊伍 都到場切磋交流 現場人生鼎費相當熱鬧 打球對老人很適合 打球的人身體都很健康 所以我們都很高興 每年都要基盤比賽 讓大家有一個困難的活動 追求這項運動雖然看起來相當悠閒 但打起來卻非常的刺激 既考驗技術還需要動用腦力 因此要在一局比賽中獲勝更是不簡單 但選手們還是希望都能夠打住理想的成績 錘球運動它是一個很溫和的運動 所以不管是對小孩子 還有這一些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中老年人 它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 很溫和 就是在草地上慢慢的走 然後腦袋一邊想 我要怎麼來擊敗對方 因為不時間的關係 剛才習慣競爭運動 人家就叫我們出來打這個運動很好 所以出來打感覺上 對身體很有幫助 還有一些朋友 當然出來是 當然看有人拿冠軍 這是他們的希望 此次參與賽事的三十支隊伍 都會互相辦理比賽 邀請彼此一同切磋交流 也因此讓中部地區 追求運動風氣相當興盛 讓許多人都能夠參與體驗感受樂趣 每個單位都辦一百兩百 一百搖槍 請問三十隊 就有三十隊 其他的搖槍差不多三十遍了 所以等於說 我們中部五官區 不惜就去辦老人的隊伍比賽 所以說五官區 老人的隊伍都很普遍 所以老人都很好的休閒活動 要身體健康 議長和宋風肯定賽事的辦理 帶給喜愛垂球運動人士一個交流平台 也期待透過賽事的廣泛推動之下 能夠吸引更多民眾一起來打垂球 維持身體健康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